涉嫌賣貴藥、打遊客 還有傳媒揭發懷疑商業登記過期 面對種種指控 我們再到尖沙咀海防道這間藥房求證 不過藥房經理說 不會再接受傳媒訪問 這支就是台灣旅客 當日用了68元買的藥膏 藥房聲稱是公司定價 不過就在相隔幾間店鋪的另一間藥房 只是賣二十多元 我們自己覺得 在這些旅遊區 價錢相應是會高一點 我覺得這些都是正常的 但不是說高到很多倍 因為你知道 皮費各方面都是會高一點的 你說屋村賣 可能差一、兩元 我覺得都是合理的水平 那些我自己個人覺得見仁見智 我不開表 自由市場定價不同 一點都不出奇 不過貨物沒有標價 連藥物都以海鮮價出售 又有沒得監本呢 港九藥房總商會說 涉案的藥房不是他們旗下會員 賣的藥沒有正版證貨保證 又強調屬下二百多間藥房 絕大部分都是名碼實價 因為香港的情形是名碼實價的 你賺多賺少就另一件事 但是價錢一定是 最好情形表現價錢 就是名碼實價給人 我打到七十元 你的客人要到 就你要試 對不對 其實我們去看那間店 其實那些貨品 我留意到都是沒有標價錢的 沒有標價錢 其實這個問題是 你覺得中性 應該就不是已經對的了 可能是問題 因為外面的大部分店 好像我們全部都標了價錢 全部都沒買實價 月初有台灣旅客 在尖沙咀一間藥房 買藥股之後 發現買貴了幾倍 這間藥房要求退款被拒 其間有店員企圖 阻止時矢拍攝 發生搏撞 旅客事後報警 和商片段放上網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 謝偉俊表示 本港有部分電器店 或者約行 以超高價賣東西給遊客 當局很難控告 透明度 往往有個可能性 就有價錢方面 就不是太老實 這個我相信 就很難說一下 完全去倒設 我們香港 作為一個民民的社會 有些東西是不應該太過分的 是應該賺得其所 他建議 女法局可以仿效 消委會的做法 定期派人放射 列出店鋪黑名單 等旅客有所防範 香港歡頻電視機宅 黃婷婷報導